我現在有點太暗了 有沒有比較可以亮一點 這樣好像有點太醜了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嗎 嗨各位觀眾我是雪兔 現在時間已經1點22分 為什麼要突然拍這次視頻呢 雪兔這一個社區 今天他有公告說會停電 那他停電的時間是12點至早上6點 我在快要接近12點的時候 其實我有擔心說會不會停電 堵一個僥倖 沒停電的話就可能可以繼續用電腦 晚點再繼續工作 可是呢確實過了12點沒有停電 那應該沒事了吧 然後就一路玩玩玩玩到差不多快要到1點的時候 瞬間停電 那一瞬間呢我第一個想到的是 啊怎麼辦我的光源 手機對手機有手電筒 那我就想要趕快找手機 後來想了一下手機不在我的電腦桌附近 我的手機放在我的房間裡面 我現在電腦桌附近是一個光源都沒有 如果有去注意到雪兔在拍片的途中 你應該有看到這個minecraft的手把 沒錯 這minecraft的火把確實是可以當做照光的 所以剛剛在一片黑暗當中 這一根火把竟然拯救了我 minecraft的火把真的有用啊各位 現在 因為雪兔如果睡覺的話 也沒有電風扇還蠻熱的 所以可能會去信家吧 背包啊什麼的東西都已經 帶好了 然後準備來去信家那邊 跟他再玩個switch 集聚團體 玩個機場 就在那邊睡個晚上回家吧 後面看了一下自己的手機的電量 只剩下10%其實也是蠻恐怖的 你知道嗎 今天這火把我要再換個電池 是哪一天停電呢 它的亮度就真的是 你們在光影模組下的那種亮度 就是它的亮度就這樣子而已 可是它很有用 我剛剛也順便洗澡了一下 我剛剛也順便洗澡了一下 洗澡的熱水器呢 似乎也是吃電的 導致於我洗只能洗人睡澡 我馬上沖完然後擦完身體就算了 今日的停電之旅吧 這樣玩一下有沒有很好玩 回來的時候再拍一個紀錄吧 出發吧 這就是半夜流浪的感覺嗎 有家歸不得 這樣講好像也不大正確 也沒辦法去兔媽那邊啦 因為兔媽好像可以 我是可以去睡兔媽那 如果真的要過去的話 就真的是睡覺了 也沒有要幹嘛 依照雪兔的作息 現在要我睡覺 還真的有點困難 雪兔現在都是快寂靜到早上的時候才睡覺 對有時候是因為忙到早上 然後有時候 有時候是因為剪片剪到後面 然後就很想要玩一下遊戲 就玩了一下就不小心到早上了 現在就是這樣子的狀況 本來今天拍Vlog啊 我有拍Vlog 可是我沒有把它完全拍完 就我有規劃出一個很完美的行程 然後想要給大家看一下說 就想要分享生活 只是沒想到 就是很多的 很多的如意算盤都被打壞了 這一環其實我也不會講些什麼 因為人生嘛 就是這樣啊 就是計畫就是變化 你就是要被變化了之後 趕快去安排下一步 你要去做些什麼事情 也會這樣子 我今天好像真的沒有幹什麼事情耶 今天就算蠻費的一整日耶 雖然說是有拍片 可是就覺得好像沒有很好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呢是 正在前往信家中的路上 我有帶著醫生 去他那邊 再打個switch 可能打到三四點再睡覺也說不定吧 你們是不是沒看過信家 到底長什麼樣子 還是說信他有 他有公開 給你們看他家多亂好了 哈哈哈哈 我現在感覺真的是 來這邊 畢業旅行吧 我現在開始玩電動 玩到累 想要醉 好久沒有享受過這樣的感覺 現在一起打 各位早安 結果 現在時間呢 是差不多快一點 但 我趕快趕回去了 現在是假日的時間 有約 裝冷氣 結果 你知道在信家那邊啊 對我來講有點不怎麼好睡 一方面是 自己的疲憊都好像不足 太早休息了 導致於自己在那邊躺了大概兩三個小時才睡著 睡到中午的時間也不足六個小時 然後 真的好 也不能說真的好累 就是 還是眼眠還是很重 但是我就起來了 陽光明媚啊 我的老天啊 走出大門的那一瞬間 被這個陽光刺到眼睛 我都快要 克林的太陽拳大概就是這回事吧 等我把一切都弄好的時候 我再來去做一個小總結號 好啊 回家了 回家了 我們現在呢 算是拍完片了 對我已經拍完片 然後我回到家 也洗完澡了 我回到這裡的時候 我本來想要大報稅 我這個冷氣是新安裝的 就很開心啊 這裡的冷氣終於不用我再站上去按它 學兔也說過 兔媽那一間店已經收掉了 那裡面的冷氣呢 就裝在學兔的這一棟房子裡 客廳也終於有了冷氣 這裡的冷氣換新的 那接下來我就是要開冷氣 我可以遙控器 我覺得非常開心 科技化啦 而他們安裝冷氣的時間呢 是從下午 裝到五點 這段期間他們會 間歇性的斷電 導致於我也不能接影片 我也不能用電腦 然後我就很尷尬啊 只好在那一段時間 就是塞在床鋪裡面睡覺 那他把我床推到角落 所以我就 我就縮在角落 像個殼一樣 把自己裹起來 然後頭不要露出來 就在那邊躺著睡覺 睡了一整個下午 兩三個小時吧 當我醒來之後 我就想 就打掃一下家裡 去用一下吃的 我也沒有吃任何東西 這一整天就整個很累 等到了晚上 然後看完了世界賽 我才來拍這一段 我覺得自己在拍Vlog這一塊呢 真的非常的隨性 一方面是 就是一個如此隨性的人 也是分享著這樣子的生活態度 但 雖說叫隨性 可是我也不叫隨便 只是 有些東西當然是現在 現階段是希望是享受完之後 再說 對 以前的話會 希望在享受止於 再拿起攝影機 跟大家去做分享 我想微微的改變一下 自己這種生活態度 之前的狀態 就對其他人來說 可能會有點困擾 他們並不是那麼想要被分享 在這一塊我也是 再微微的調整一下 本次停電救星 就是我們這根火把啦 火把真的有用 但現實當中 你沒辦法拿一根木材 加一個煤炭 來去製作這一根火把 沒有 它是需要台幣 將近快要一千塊錢 再加上三顆的四號電池 你才可以讓它變亮 這是現代化火把 就是那個光亮 沒有那麼的亮啦 這一整天的 一整次的行程 都挺有趣的 這只是很累 但是很有趣 希望各位家中呢 也有一根火把 可以背著讓你在黑暗當中 以防萬一在停電的時候 有一個東西可以幫你照亮嘛 各位觀眾朋友幫我寫書 希望你喜歡這次的VLOG 任何問題 記得在下方留言 可以寫書訂閱 可以看到更多影片 我們在下支影片再見啦 各位掰掰掰掰 dungeon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